好 那這題呢 也算是 有點難度 有些東西沒有 沒有掌握住這個技巧 結果沒辦法處理 那什麼事呢 因為它這邊有個概念叫什麼 無線長 就它有無窮多組 這個 像這種方格子的這個電子 一直連到無窮長 好 那這個時候怎麼處理呢 看一下 這邊有個技巧 我們通常在這種處理無窮長的技巧 就是它是無窮多或無窮大 然後咧 它又是一直重複的 來這邊有個技巧 通常就有個技巧怎麼樣 無窮大怎麼樣 加1還是怎麼樣 還是無窮大 這樣可以體驗嘛 好 所以這時候咧 我們來看一下 這時候就有個技巧 這時候你要怎麼去切 就很重要 所以比較常見的錯誤就是 有些人怎麼切 我就這樣切 就啊 這邊 我把這一組切掉 然後再跟他們去串並連 這樣子 注意喔 我這樣切的話 它是不是 它是不是那個 重複的最小單位 就不是喔 搞清楚喔 我這個也是常見的錯誤 我好像會這樣做 為什麼咧 因為重點在這裡 我要去切的話 怎麼樣切 簡單講切完之後 還是要跟原來一樣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看喔 技巧在這 我今天應該怎麼切 我把這樣切掉 有沒有 我這樣切掉之後咧 有沒有發現 就等於其實就少了一組 但是它的形狀 跟原來怎麼樣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這很重要 好 那所以關鍵就是這裡 所以咧 我們就有個技巧 就把它 後來的 就是說 就說這一組 無窮多的這一組咧 因為這組無窮大嘛 我就假設它是大阿 這樣可以嗎 好 就等一下要算了 好 那有趣的就是我這一串大阿咧 跟這一段AB的電阻先並連 然後咧 再跟這兩個再串連 好 所以我這邊稍微示範一下 我再畫一次給你看 應該 我再畫一下你比較容易體會 應該這邊 有一個A 有沒有 這也是X 好 我先照 照它畫一次 好 這個電阻 有沒有 然後這邊是B 對不對 那中間有個電阻啊 對不對 好 這都是小啊 好 有沒有發現 好 那重點就是 我後面這一大坨咧 我就把它當成一個什麼樣 當成一個大阿 這樣我聽懂了嗎 這樣子是不是就 容易處理了 好 所以最後咧 這時候XY的總電阻怎麼算呢 是不是就先大阿跟小阿並聯 有沒有 所以我們先大阿跟小阿怎麼並聯 大阿加小阿分之 大阿小阿 之後咧 再跟這兩個電阻串聯 就變2阿 然後之後咧 等一等 還是大阿 你看這神奇 就是我今天無窮多組咧 我再多這一組之後咧 還是一樣 這是無窮的概念 這個其實在一些數學的解題技巧上 還蠻常遇到 不然你有能不能體會 要不然你就稍微把它記得一下 好 好 那接下來就 就要處理一下 就等於大阿乘於小阿 再通分一下 加上咧 兩倍的小阿大阿 再加兩倍的小阿平方 會等於大阿平方加大阿小阿 可以嗎 好 那這邊其實小阿是已知喔 大阿是未知 對不對 所以你把大阿當成X 可以嗎 所以這時候可以這樣寫 就等於大阿平方 然後這怎麼樣 加上咧 兩倍的小阿大阿 這大阿小提消了 再減掉 所以這減沒錯 這減 這減哈 好 再減掉咧 2阿平方 要等於0 好 所以最後大阿等到 這個沒辦法解 就公式解 就等於2A分之 負B 加減 根號怎麼樣 B平方 減 4AC 有沒有 好 那所以最後答案就出來了 這邊等於 根號12 就等於2根號3 所以大家都有 可以把2消掉 所以最後R 加減 根號怎麼樣 3R 好 我把它提出來了 好 那這個最後咧 當然電阻不會是負的 好 所以負的不合 所以最後咧 就只有R加 根號3R 這組答案 這樣可以嗎 好 這個負的不合 這樣可以嗎